解决中国未来一百年发展问题的最便捷的方式是 吞并整个西伯利亚 完成这个吞并 政治体制可以不用做任何变革 再集权都无所谓 西伯利亚庞大的自然资源足够中国人慢慢消化 所有的人口压力和过剩产能都能在开发西伯利亚得到完全释放 乃至还远远不够 西伯利亚在俄罗斯来说是负担 只能废弃掉 但对中国来说 肥到遍地流油 开发价值大到无法用数据简单描述 西伯利亚并不缺水 各种矿产资源极为丰富 唯一的缺点是低温 已经去工业化的俄罗斯无法对抗低温环境 于是西伯利亚的城市基本上都废弃了 但是相对于中国西北严重缺水且贫瘠的现实来说 仅仅低温这一条 对中国人民来说并不是多大的问题 哪怕只吞掉西伯利亚的四分之一 就把外星安岭一线地区吞掉 都够中国安定个小五十年了 就目前的国际形势来说 中国是受欧美各国厌恶 好感度非常低 不过环媒倒背敌视的程度 俄罗斯是受欧美各国敌视 非常明确的攻敌 也就是对它的核武器稍有忌讳 其实忌讳度也没多高 不然真的会把它给灭过 在可预见的时间里 俄罗斯就只能在灭国的边缘艰难行走 稍微有一步没走好 这个同样古老的大国 就会在人类历史长河里消失 从趋势上来说 俄罗斯的灭亡已经注定了 只不过是世界问题而已 中国积极加入进去 参与对俄罗斯的瓜分 这是唯一出路 这么说吧 没有了中国出口的电子元器件 已经彻底去工业化的俄罗斯 核武器的日常维护工作会全部停滞 在一两年内就会变成 只能手动引爆的铁疙瘩 乃至手动能不能引爆 都是很大的疑问 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这么多人 对俄罗斯的核武器 抱有如此大的恐惧 话说你们可以理解 核武器在机械原理上 就跟汽车差不多不 每个月都需要维护保养 保养不到位 就当场坏给你看 让你连通一下电都不敢 可以想通这一点不 这么多年来 移民到西方去的 俄罗斯核武器专家不下一百人了 他们统一的说法就是 俄罗斯还能用的核弹 千分之一都没有了 爆雷的私募机构又增加了 这次是海银财富 这位的主要投资方向 也是房地产 他旗下最强的五牛基金 在地产圈做的还挺出名 而且只跟前50强地产商里的 稳健型大企业合作 结果也爆雷 好吧 按照建设部的最新说法 这不是爆雷 但是建设部自己没有给出新名词 所以我们大概应该把这种情况 改名叫挺师 呵呵 朝鲜政权能够生存到今天 并不是因为它有什么核武器 而是因为它几乎不在外惹事 金氏家族在朝鲜做土皇帝 安逸得很 他们虐自己的国民已经心满意足 也没有什么雄心壮志 根本就没有兴趣走出去恶心全世界 不惹事 这才是朝鲜独裁政权能够安稳到现在的原因 现在全球泛滥的恐怖主义 跟朝鲜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至于朝鲜现在的所谓地下核爆实验 他们大概确实可以鼓刀鼓刀 在数万次碰巧之后把核材料给搞爆炸 当然也没外人真见识过 就当它是真的吧 但是从把核材料搞炸到将它装进弹头 成为想爆就能爆的武器 就是一次技术飞跃 装进弹头之后还能指哪炸哪 是第二次技术飞跃 从来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朝鲜能搞出核弹头 就这个技术它就不可能攻克 更不要说发射技术了 我一直都在说中国政府的动员困境 动员指的是政府鼓动老百姓积极主动的作为 去解决困难 动员的反面则是意志 意志指的是政府禁止老百姓的作为 禁锢老百姓的自由 动员与意志互为消长 政府的意志能力越强 动员能力就越弱 政府的动员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力强弱 这条规律从古至今一直适用 1980年以来中国政府的动员能力的来源 是向老百姓提供发财致富的机会 也就是财富总动员模式 近八年来中国经济迅速下行 致富机会迅速清零 政府的动员能力也因此剧烈下降 而政府为了应对这一局面 于是拼命加强意志能力 尽可能地剥夺老百姓的政治权力 反过来这又进一步加快了动员能力的丧失 并加速了经济的下行 恶性循环在加速中 而政府唯一的对策就是不停地加强社会意志 我的个人推测是 这个恶性循环将会在一场席卷全国的饥荒潮之下轰然结束 而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很多的国人熬不过去 不过这也是中国人应得的 呵呵呵呵呵呵 一觉醒来发现 甘肃昨天半夜地震了 死亡人数按目前的粗略统计已经过百 这已经很惨烈了 接下来的全面统计 死亡人数一定还会飙升 这种半夜发生的地震 杀伤力最大 因为老百姓都在家里熟睡 无法做出及时应对 放在古代 经济困难 再叠加地龙翻身 造成重大死伤 皇帝是一定要下最挤兆的 关于甘肃地震的已知信息 震级暂定6.2级 震源深度10公里 浅源的剧烈地震 直接影响范围不大 约20公里 但是在影响范围之内的破坏力极强 镇中位于柳沟乡 也就是基石山县城边上 影响范围之内的人口 我查了当地的人口分布统计 约5万人 这就是统计死亡人数 持续上升的原因 图20县城的全景 也就是基本上 都是低层的砖混建筑 应该大量采用了预制版 这会带来更多的死伤 我在公众号时期 追踪过川普上一次的败选过程 当时就明确表达过我的态度 一 拜登方有非常清晰的系统性作弊动作 美国的选举机制 对作弊没有任何预防 纯依赖人的善良和诚信 这种制度简直是滑稽 二 川普一直在喊委屈 提起了一些民事诉讼 但是身为在任总统 他没有发起任何正式的司法调查 也拒绝任命特别检察官 所谓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 不配合这种说法是扯淡的 拒绝执行在任总统的明确指令 是重大刑事犯罪 川普根本就没有发布相关指令 更搞笑的是 川普居然真的指望副总统否决选举结果 自己不作为 却指望副总统违反宪法去作为 这是脑子有病 三 川普在1月6号召集华盛顿百万人演讲 这一天是国会就选举结果做出投票的时间 大家都以为川普会有所行动了 于是真的有几十万人开了一整天的车去华盛顿 然后在寒风中等了一晚上 就以为川普会有所行动 结果川普在会上随便扯了几句 我很委屈拜登真黑就结束了 你特么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召集百万人大会 就为了过过出风头的瘾吗 这特么难道不是病态人格吗 几十万猛逼的听众在会议结束后不知所措 其中有几万人盲目地走去了附近的国会山 最后导致了攻占国会山的悲剧 数千人被捕 关押至今 国会山悲剧的始作俑者就是川普 就算在法律上川普并没有指使大家去占领国会 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 但是他莫名其妙地在最后一天来这一出 纯粹就是享受万众瞩目的风头 这就给后来的悲剧创造了一切可能达成的条件 说完了如果要选年度汉字我建议选跌字 房价下跌股价下跌收入下跌出口下跌 投资下跌汇率下跌就业下跌生育下跌 与老百姓的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在下跌 当然了 唯有政府债务在增长 年底调降银行存款利率的原因只有一个 银行的息差越来越低 日子都快混不下去了 资金拆借成本又越来越高 还要背负给地方债成头债和房地产兜底的责任 银行的破产潮都快出现了 无奈之下只能把已经非常低的银行存款利率 再往下降降 让银行好过一点 这么搞的结果并不会让资金出来投资和消费 资金只会觉得大势已去拼命逃出境外 说完了 金融圈都在说这个是出版署严控游戏充值 倒不是说防范游戏沉迷这是不对 这是引发高度关注 同时导致下午股票市场崩盘的主要原因在于 政府过分干预经济乃是导致中国经济铺接的主因 这已经是全民共识了 现在你政府在年底的关口又悍然出手弄游戏 事先连个招呼都不打 也就是说过分干预的习惯依然根深蒂固 根本不会改 这才是让金融圈集体破防的原因 消息一出 腾讯和所有游戏相关企业的股价当场跌麻了 说两个是 第一 昨天游戏管制的征求意见稿没有撤销 相关通知还在他网站上好好的挂着 我截了个图在下面 第二 一条离岸华人没听过的常识 一份部门规章的制定从起草到处出稿 二稿 三稿 每一稿都要报该部门的主管副总理 与该规章相关联的其他部委以及人大法制委等审议 在经过至少三轮审议和修改后 才会对外发布征求意见稿 也就是说 当征求意见稿发出来 其实是大局已定 所有条线全都已经打通 按中国的规矩 前面三轮修订过程中 相关文案就会泄露出来 资本市场就会暗中布局 等待正是征求意见的那一刻牟利了 然而这一次的有趣之处在于 真的没有人提前收到封 资本圈被全部活埋 保密工作可以说做得非常漂亮 字节在本月初宣布收缩游戏部门 这是筹谋了大半年的结果 他的相关管理动作早已有迹可循 当然不可能是在这几天才听到了风声 说完了